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论是从过去这一年多以来 许多走过COVID-19疫情国家的政府 所采取不同因应的政策 以及人民的感受 或者是您以医学专业的角度 为我们介绍一个传染病的传播机制 以及人体会如何利用自体的免疫系统 来防御各种传染病的过程 这些都让我们对于眼前的疫情 有了重新的认识 而这也才让我们终于可以静下心来 回到预防保健的领域 来面对这个疾病 毕竟这个疫情一开始就来势汹汹 而且传播的速度 超乎过往我们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传染病 可以说 人类几乎是措手不及来应付 所以各国的政府 以及公共卫生的专家 也只能以更强烈的措施 像是封城 或是尽量降低经济社会的活动等等 就是希望快速的来减少这个传染病 所带来的各方面冲击 但是也就是在这样一个 我们都很陌生的紧急处理方式之下 更加重了我们对这个传染病的恐惧 以至于几乎忘记 其实每个人余生具有对疾病的防御能力 甚至让各种的负向情绪 影响了我们对现况的判断 如今疫情仍然存在 但各国的政府 基于种种因素的考量 也不得不逐步的来开放经济 及社会的活动 及恢复国际之间的交流 好让民众的生活 可以尽快地回归到正常的步调 也就是说 在这个传染病的流行演化过程 尚未结束的状态之下 甚至还可能朝向进一步的变种阶段 人类几乎是必须和这支病毒 共同生活下去了 那么从现在开始 当人与人的互动机会越来越频繁 我们势必都有机会接触到这支病毒 所以这里也想继续来请教博士您 当我们必须和这支COVID-19病毒 共生存共演化继续下去的时候 您是否可以给我们进一步的建议 好让我们可以从自己本身 也就是从宿主 host的条件来做好准备 让自己有更完整的保护力 可以避免这支病毒对我们的伤害呢 甚至就算是不小心受到病毒的侵犯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为自己争取到一点时间 有效掌握自身的免疫系统 才不会掉入您在上次影片当中 所提到的细胞基数风暴 Cytokine stone的危机 而不会让自己的免疫系统 进入完全失控的状态 带来更严重的健康损失 我们的新兴老师 好像舍不得不继续问 欢迎这个疫情 知道你也其实在代表大家 好像是大家心中 有好多 好多顾虑 好多恐惧恐慌 对不对 这段时间难免 这个大家全球碰到那么大的这个疫情 全球的大流行病 可能我们大家这一生 或者是一百年来 没有看过的那么那么严重 除了就当时西班牙的 Spanish flu流行感冒 当时也是死亡大概几千万人 可能这次又碰到一个大的这种考验 那你前面所讲的好多观念都是正确的 一方面我认为是同情 也同时在称赞我们这个公共卫生的相关的单位 威虎波所做的办的角色是非常了不起 前面我记得两个礼拜前 也有提到这是可以说在全世界全球做的一个模范 是紧急处理 而且非常早严谨又早 对这个病毒 用最严谨最谨慎的角度来来看 来观察 来追查 来收取资料 而且完全是透明化 这是我认为做这个公共卫生 这是非常了不起 那同时你也表达 也是同情大家的困难嘛 站到政府的角度 好像这时候怎么做都不对 很严谨去跟吹 那同时也做着隔离 大的隔离 都带来给大家不方便 竟然不方便 当然会对我们个人带来许多困难困境 但是种种来说 我认为在国内还是算好 跟国外比 我讲国外就是北美、南美、欧洲、非洲 那是完全可以说是像天堂一样的 对不对 只要你到接触国外的朋友 那就知道这一年半 一年半我们是怎么过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 也是我们华人的 很谨慎的这个精神来处理 是没有话讲 也就是前面讲过嘛 就是当时18年前 我们碰到一个大钉子嘛 当时SARS 当时还不叫SARS-1 就是SARS嘛 也是在东南亚受到影响 所以学到了许多 所以这一次就是把过去的学习的种种的这个一些知识 累积的知识 把它这个活出来 带出来 也就避免了好多好多这个愿望路 那你讲的接下来讲这是不光给大家带来这种心情的这种打击 这种大家一种甚至一种恐慌 而同时接下来会共生存 你提到这共生存 我常选用这个是coexistence 观念 这完全是正确的 这次这个病毒 SARS-2 或者是covid-19 很多朋友到现在还是认为 可能就是我们用种种的措施 比如说疫苗啊 或是用其他的不同方法会 很容易这一两年内把它完全把它处理掉 把他这件事情做个结案 那我从很早就提到说这是不可人的 不可人的 你晓得有时候我们事后谈很多是很简单 我记得当时假如没有记错是2月10号 那我指的是2020一年前一年半前 有时候在开会在美国吗 那时候消息刚出来 我也看到这个整个它的genome 就是它的基因的这个架构 看到这个也是很详细在看 那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开会 大家也一样很恐慌 认为就是都是在媒体在看到许多新闻 所以当时很多同学就在问我 认为会不会是严重 这是这一次会不会影响到跟这个大家讲的一样 那我怎么回答 那我说这些同事跟人家今天听的都完全可以验证 这是一年半前所讲的 我说不光会影响是比任何人想的更严重 是不可思议的严重 我当时用这英文叫catastrophic 就是 等于说是大的会带来灾难 那大家都问为什么呢 怎么可能 因为我说它首先它是RNA病毒 single-strand RNA 它不是这个像DNA 像两个绳子这样子绑在一起像头发在一起 它是单一的单独的一个 一个nucleotide sequence 这抱歉这重吻 临时想不起来要怎么讲 而我当时看它的sequence 很早当时就已经那时候发表嘛 其实1月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它的sequence 它有这个PRRA 就是我们一般 这可能大家听的 这完全不make sense 就是这个Furan cleavage site PRRA是几个 很碱性的这个氨基酸 而且它是专门就是 可以让血里面的蛋白质 我们身体的蛋白质 可以把它消速 可以把它切掉 切掉以后 它可以进到细胞里面 而且它可以影响到整个 血的clutting 就是这个凝血 当时我记得有跟好多同事讲说 它是个血 血液病 血的blood disease 凝血的这个重病 当时了 我的同事先不了解 它没有这个 整个一个 可以讲说这个免疫啊 或是肝癌科的这种经过 你讲说甚至SARS 都是20 快将近20年前 什么都没有接触 那我个人大概这个疫情已经 不晓得这算是哪个 多少个 六个七个八个可能都有 还有一些流行感冒 严重的 这个鸟传染的 Avian flu 也是可以算进来 那当时发现有这个 就是这个 我常讲是motiv 就是这几个氨基酸 PRAR 它是刚刚好 它是给我 从我的脚 它是一种 signature 一个手印 就是个fingerprint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严重 因为不光在一些少数的 这个 过去的流行感冒 有啊 它在Evola也有 在MERS 这些都是 我想只要你一查 就是都晓得 是只跟这个血 血的这个 凝血的 blood clotting 有密切的关系 它是不得了的严重性 所以当时 也是担心 它的死亡率 会不会跟这些 这些疾病啊 跟这些病毒 是可以说是类似 或是接近 那不晓得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2003 就18年前 SARS那时候就是 将近10% 9.6%的死亡率 MERS 是35到37% 的死亡率 这次这个 COVID-19 可以算是第七个 是 这种 我们一般叫做 这个Beta Coronavirus Coronavirus 来感染 直接感染人 所以 你说这个会不会担心 当然当时会担心啊 那 很幸运 就是后来 它变成 转成这个 死亡率 大概2到3% 而且一直 继续往下降 这是我 接下来我在打开 我认为很重要 我补充这些 首先我 其实不想谈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带来太多这个争议 而且很多在市面上 所听的 从我的角度 上到免疫 免疫的专家 其实不正确 那一般我也 不会想去 跟任何人谈 这是你也听过 我讲过 其实在这个 美国的NIH 美国的 美国国家的 卫生员 过去当过顾问 好多年 他也找我 去做这个panel 去这个 辩论 这方面 我其实都拒绝 因为感觉他已经 这时候就是人 恐慌 不知道怎么做 那有就是 这争议性很重 我认为 这样的话 就让专家 现在 直接有临床的经验 这样子去 去辩论 去 去谈 是比较好 我们是站的 毕竟我过去 是免疫 是几十年前 当时有一点 留下一些记录 尤其在这个 先天的免疫 就是这细胞的免疫 我大概上次 也稍微跟大家提过 我想只要你查 都知道 当时这个 不光是这个 杀属细胞啊 就是T cell的 整个这个 passway 毒杀型的这个 T细胞 怎么去杀 感染的细胞 病毒感染细胞 肿瘤细胞 我这方面 可以说有一点贡献 整个把它map出来 这句讲就讲 我很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才二十几岁 我记得 就是 这个T cell T08细胞 怎么可以认得 有橄榄细胞 或是有肿瘤细胞 就发现在这个 T cell细胞的膜 上面 有种种的这个 受体 receptor 甚至它可以随时 等于说它可以去 像一个把钥匙 跟锁一样的 跟 就是说 我们把肿瘤细胞 或是细胞 受到感染 病毒感染 病毒有什么蛋白质 这个一般 英文叫antigen 那它有一个 在这个T细胞 它可以看到 那个是一个 受体的一种 机子 可以两个 就像钥匙 跟锁这样子 把在一起 那这个receptor 它是随时在变化 要不然你说有百万的这种可能吗 各式各样的这种病毒的蛋白质 所以它根的变化 经过一个 一个机子 我们大家这个做生物 都应该晓得 它有一种 我们英文叫 recombination 重组 它随时在根的改 当时发现 这种变化 就在T细胞上 本身 在它的这个 是receptor的 受体的这个 在根的改 这样子改 它才可以 把这 等于说这个锁不断的变成 越来越细 越来越正确 它这个机子 当时 就1987 比如说 就已经给 Nobel Prize 就是这个 Tonegawa 当时也买一梯的教授 Susumu Tonegawa 1987 那在1980 这个8283的时候 就很早就发现 我的当时想法 就说 你不管这个T cell 它怎么去 可以看到 观察到 守住 任何感染的细胞 病毒感染性 或是这个肿瘤的细胞 不断的在 这个改变 根的转变 根的改变 根的变化 根的重组 那 接下来 它只要 看对了 哪一个这个 肿瘤细胞 病毒感染性 它还是要去处理 还是要把这个细胞 杀掉 要处理掉 那这个处理的机子 只可能是一个 不可能是 每个细胞有它的 等于是100万的 T cell细胞 看了100万的 最少100万的 这个病毒的蛋白质 或是肿瘤的蛋白质 它有100万的 这种机子 在根的改变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很早 那时候很年轻 才20几岁出头 就知道 这是 一定是为了这个 节省 为了考虑 效益 大自然 听到来 一定是这样子 它是考虑 最简单明了的方法 它一定只有一个 或是一套的 这机子 怎么去杀 怎么去 而且是杀的 这个 passway 这方法 应该都是 是类似的 或是可以讲是同一个 后来这就被我们找到了 整个把它描述出来 把里面的蛋白质 怎么去 它的这个机子 经过 我们把它找出来了 所以当时在这个 好多杂志 假如你一走 就晓得就cell 在哪里 nature science 还有好多是封面 当时在经过 所以为什么会 他们到现在 应该将近 40年了 30几年还会找 有时候在有 这个innate immunity 先天免疫 细胞免疫 都还会 找我 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个先天免疫 你还记得吗 跟后天 就humor 或adaptive immunity 不一样 后天 它是 有这个蛋白质 主要是蛋白质为主 是这样子 两个可以这样区隔 但是我前面 应该也跟大家讲过 其实它有好多 similarity 这个一讲 就讲很多了 这中间 有什么地方 一样 本身 刚刚前面讲蛋白质 就是我们这个 receptor 受体 去跟病毒 怎么去连起来 怎么去binding 这个本身跟抗体 它不断在变化 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当时 没有想到 连它是杀手 就是提示 它就是认得 哪一个是病毒 有被感染 病毒感染细胞 它杀不是病毒 因为病毒不是细胞嘛 病毒比细胞小很多 它是杀死感染的细胞 它这样就处理的干干净净的 对不对 你把一个细胞被感染 病毒感染 或者是肿瘤细胞 你杀这个细胞 当下就没办法再生存 没办法再复制嘛 所以当时是这样子 有整个一个经过 那你晓得 其实我讲innate 就是先天的这个免疫 先天免疫 它其实也包括什么 也包括抗体 这很多人大家不知道 到现在的人今天还不错 很少听到任何人提到这个 innate antibody innate不是光细胞 就是我们人还没有受到感染前 其实我们有抗体 有natural antibody 自然的抗体 对一个病毒 对一个肿瘤细胞 但它的做法 它的这个作用 不是对一个很具体的 蛋白质哪一个部分 我们讲antigenic epitope 就是这个蛋白质哪一个部分 它是对一个 这个可能你想不到 它是对一个这个形状 我是这几十天带着大家 一万五千位朋友 在做这韦斯的工修 在讲这个集合 geometrical shape 你看我们这个身体的自然 这个抗体 它是透过这种 它是看一个pattern 看得一个好像一个集合 或是它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原则 更大的 它不是很具体在一个氨基酸呢 哪一个部位 看这些抗体 我们都有 要不然你没办法解释 为什么好多朋友 对这个病毒 尤其年轻人 你都大概都应该知道嘛 像covid-19 年轻人有感染 但他不会得病啊 对不对 早期都这样子 大家都知道 年纪大了 50岁以上 或是45岁以上 才会有这个症状 最少早期是这样子 也就是这样子 我们年轻人 都有这些抗体 自然的抗体 没有这样子还得了 对不对 像我们第一次见到病毒 那每个人都会受感染 不光感染 还有这个症状出来 所以这个先天的免疫是那么重要 它一部分是细胞 也一部分是抗体 这一讲就多了 这跟疫苗有什么关系 这个不是我想讲的题目 那后来就是发现 这种执行的层面 完全是正确的 我记得当时 我还会跟这个朋友 同事啊 在开会的时候也讲说 不管有怎么去变化T cell 怎么去演变 可以克服不同的病毒 不同的肿瘤细胞 直到最后 他要处理 要杀手的方法 只有一个 你看那时候 年纪二十几岁 不懂这种的 大胆这样子讲 我记得当时 有一次在Gordon Conference 美国很有意思 在东部 后来也延伸到西部 到Colorado 加州都有 当时在东部 有一个会叫Gordon Conference 是非常出名的 他是一方面 白天好像就叫大家 去爬山啊 去拥有啊 去做其他的活动 然后晚上 这个事情给大家 好像当时早上也有 就是全球啊 主要是美国 找最优秀的这些 一些专家 针对一个题目 来这个 来谈 那我记得当时 二十几岁不懂事嘛 对不对 嗯 因为我很早就读 这个大学研究所 研究所又是很早 这毕业 那时候还在 就是好像才第二年 就已经发现 整个这个杀手细胞的这个 然后他就处理的 这个杀手的机制 我就把这个 跟大家分享 那我记得就是 有一位很聪明的一个 名义的专家 我也不讲他的名字了 然后他就火气很大 就像你看 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疫情 每个人反应 就是这样 情绪化 讲说年轻人 他知道我很年轻啊 看得像小孩子这样的 难道我们这个1908 这是当时是70多年前嘛 将近70多年前 这个Eli Mechnikov 跟Paul Ehrlich 得Nobel Prize 他们是这个免疫 可以讲说免疫的上司嘛 免疫这个 这个father immunology 可以讲 当然别人会说 还有其他的 Mechnikov 这个俄罗斯的一个非常出名的生物家 1908的Nobel Prize 那当时他就是发行细胞 免疫的细胞 叫macrophage 非常重要的一个 巨石细胞 他是吃别的东西 吃肿瘤细胞 吃这个病毒感染的 他会吃这个菌啊 bacteria 当时发现这个 等于说 开始了整个一个 有一套 可以讲说这种 一个学问嘛 当时这个 macrophage 是将来 他有其他的 好多其他的发现 比如说 现在我们用的 这医生菌啊 就你看那么早 Eli Mechnikov 当时把 表达出来 那Paul Ehrlich 是一个化学家 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 用颜色啊 去涂这个细胞 像一个从血里面 拿着一滴啊 这个玻璃片 在看 用各式各样 有红色蓝色 这些颜色 当时就是还用化学 带到生物 带到医学 把这个血液科 Hematology 早期是他这样子带出来的 还有发现了许多细胞 就是这个像 磁酸 有Xenophil 啊 磁酸性球 有Xenophil 这跟在COVID-19有关系 因为今天没关系 一般在COVID-19 这个细胞都降下来 不是光淋巴吗 那淋巴细胞啊 等啊 但是MathCell 也是好像 我记得 他没有记错 也是他 Basovil MathCell 肥大细胞啊 等啊 这又在气酸啊 等啊 这些都有在这个过敏 这样子发明的 所以这位专家讲说 从他们那时候 得Nobel 1908 就知道这个 淋巴细胞 是怎么 他的作用是怎样 那你说 你现在 你是个小孩子 你说 你会发现一个新的passway 这杀手 这是不可能胡扯啊 然后就 中途来了 我觉得当时 我很客气啊 叫好蒙古啊 Professor 是吗 我说我知道 是很难 可以想象的 所以我最多指人 请你到我们 纽约的职验师嘛 我亲自带你来看啊 你把这结果 给你看啊 你在纤维镜 看完以后 然后你跟我讲 You tell me What's going on 这样子 所以 也是个很精彩的经过 那这个也让我 回头想 就是这样子啊 有些这种经过 是不可思议的 对不对 从一般人眼光 是认为是不可人 甚至不科学啊 你看我们啊 有些人反应 问的问题 几句话 懂一点 就会说不科学 啊 这样子 那这些我都经过啊 这几十年 经过这疫情 就 感觉就像人 可爱 有可爱的一个地方 也是代表说 大家对一个 题目很重视嘛 才会这样子表达 我感觉就是 好事都正常 其实也没有什么事 我会把 二十岁的出头 参加这个 美国的Gordon Conference 一个经过 跟大家分享 不光是表达 这个就是 我这一生 碰到好多 专家的这个 激烈的反弹 像后来 我在台湾出来 本来在最忙的阶段 出来推广这个 预防医学 当时可以说是个沙漠 最早嘛 我大概跟大家分享过 在这个NIA 当时还没有这个 非传统的医学 在办一个 探讨会 可以讲 这个workshop 那时候我就 参加 而且我有想 当时也 就是不到二十个人 我们大家 站在各领域 那么早啊 三十四十年前 我想这方面 也搞了一个段落 也有一点贡献 那到最后 全世界嘛 我想现在讲的 预防医学 或是整合医学 身心灵的医学 这我想 已经是尝试 在台湾 在亚洲 又有个经过 我自己那时候最忙 出来 不光把这个 真元一 当时是为的少数朋友 写的 把他这个 发表出来 没想到变成一个 best seller 他们还讲 blockbuster 这个 在亚洲嘛 规模就那么小 百万的书 就是变成一个 这个 很小的这个书 当时也是 老天爷这样的安排 就是这些 本来也 我根本也没有想 这么做的 就像当时的 这个突破嘛 现在在 免疫啊 在大概每一本书 上面都有 甚至连这个 到初中啊 高中都 都会读到 甚至有一天 我小孩子回来 回家里面 很高兴 说在这个教室啊 读到 但是还在初中 我记得我老二啊 后来老三也是这样子 老大也是这样子 他很骄傲 说这是我父亲 发现的 那这些经过 我想 非常宝贵 那是 反应就是 当时 在这个预防医学 也是一样的 我就是那时候最忙 其实也不用出来啊 出来以后 当然 很多专家医学 不认同 本来都是好朋友啊 各领域的专家 他也知道 我是免疫的专家 有少数人 很明显表达 回头想也是 蛮可爱的 可以从另外一角度 也可以说很骄傲嘛 虽然我当时 发表论文 在这个Science Science 还有算短的 跟长的这种论文 最长的 八页的这种论文 这种规模 Nature啊 等啊 结果每一个免疫细胞 都有在这个 最好的杂质出来 但是那时候 会少数一些专家 虽然知道 我过去做这个免疫 有这方面的这种资格 我成就还会出来 会带一点这批评 说好像我疯掉了 预防医学 没有这回事 什么叫预防医学 那你看这 对不对 几十年后 也是今天我想 是 大概是个最hard 可以讲说是这个 全世界都在追求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 变成一个主流的医学 那当时我会跳出来 也是有这种抵抗嘛 有这种抗议 所以我直接跟你啊 跟大众啊 跟大家做沟通 我跳过去 这样子啊 做一个 等于说 不管这个 任何阻碍都把它跳过去 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们华人会这样 这样跳过去 也就是希望大家 可以比较open 现在碰到的covid-19 我也这样认为 不是说 my way or the highway 英文这样讲 my way 就是我的方法 我的这一条路 我的认为 我的认知 或是这什么 高速公路 highway 等于说就是 只有我的方法 是理性 是可以接受的 不是这样子话 你干脆就是 到这个高速公路 就等于是帮你赶走了 现在是我发现 我们人啊 在这个阶段 最需要的一个反省 就是这样子 那我因为我从 好年轻啊 就碰到 那我也当时也 深深的体会 就是一个人 假如他有一些创意 有一些看法不同 他有没有这个胆量 有没有这个 可以坚持 可以有这个坚定性 一路走下去不怕 只要他占到事实 占到这个实证的医学 和实证的事实 他有什么好怕的 就像我们 办这个 这一万五千位朋友 为这个来办 这个没有路的路 为事 后来我又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不光是为事的科学 这个必要的创造 然后转类点 就在谈这些题目 这地球大的转变 但是你要叫大家open 要去用个非传统 或是一个整合 更高的层面看 那是非常难 非常难 但这个我们也不用管那么多 其实就是这样子 人类就是这样子 人的文明 就过去都这样子 都是有透过少数人 带出一些不同的观念 那这个可能就该反对的反对 该反弹的反弹 该这个把它扭曲的扭曲 但是走到最后 不知不觉 只要他是占到事实 占到真实 到最后他会 不用担心 他会变成理所当了 那我另外一个原因 想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想表达 我们的免疫 不管是在讲 现天或是后天 你讲是 innate immunity 或是后天 或是我们在讲 这个natural immunity 自然的免疫 或是T cell T cell的细胞免疫的重要性 就是 今天的重要性 其实 它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这个关联 不是是好像 我们大家用个二元对立 好简单啊 好像是有个对立啊 我们同时在媒体看的 因为他不是他恶意这样做 因为他时间就那么多 你要去讲一个 比较完整的 这种架构 你说 就像我们这样 几十分钟 几个小时都讲不完 不要说几十分钟 他没有这个耐心来听 所以就把它变成好简化 就是只有一个单一的一个solution 怎样提高的免疫 人呢会聪明 用聪明的方法 去制造 我想 倒不是这样子 其实大自然 给了我们好多好多工具 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来追加 提高免疫 该提高免疫的时候 要提高免疫 该这个降低 一致要suppress免疫 也需要做 对不对 毕竟我想大家已经知道 这次这个那么严重 COVID-19 也就是它有一个免疫细胞技术的 风暴 Cytocine storm 所以这种调整 它是很维系 每一个人它的反应不同 不是有一个solution 对大家 或是有我们常常讲 one size fits out 就是一个讲鞋子嘛 一个尺寸 好像要勉强 强迫到每一个人都要穿 我想倒不是这样子 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 很安全的一些措施 都可以考虑 那这么一来 我们就不是可以把这个问题 有好多层面 不是单一的层面 有非传统 有传统 有战斗中医 有好多啊 这种层面来看 它没有一个单独的 一个我们讲说magic bullet 有单独的一个 好像变魔术的一个子弹一样的 也就这样子 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risk factor 就是健康的 风险的因词 risk factor把它降低 我感觉这就是 我们站到这个卫生 医疗样样考虑 用什么方法 把这个risk benefit ratio 或者benefit risk 就是任何药品 任何就是 不管是用各式各样的领域 它带来的效益 带来的好处 是不是远远比这个风险更大 这是其实我们要衡量的 也就是尝试嘛 对不对 那一个人终于懂 其实他已经 你知道透过这一次 透过这一次地球 这转变 我在讲地球的变化 这里当然就不谈了 只要你去 去查 自己去读 去研究 你就会发现 原来全部都可以验证的 那这样不知不觉 你就会有一个 一个典范 的这个转移 等于说一个paradigm shift 会让你一个 好像有一个 点倒的一个现实 你就发现 就是很多 这个 这里所讲的 所发现的 你发现 怎么会跟过去 所读到的 大家所谈到的 认知的 好像不光不同 可人 有一点是 点倒的 你也发现 就是说 人的这个 中间的看法 比如说对 医疗 对好多这些 他不一定是 either or 是这样子 我们都可以尊重 都不需要 再带来更多对立 就是我的方法 对你的不对 对不对 都可以再经过 这一年半 我们学到什么 有什么地方可以加强 我们是不是可以采用 这个样样 我们都可以 去做个比较 去做个探讨 而不是说 用这个各式各样的 压抑 禁止的方法 就是我 我的讲的是 是真的 你所带出来的 包括是 光在美国 有上万的 千万的 几千位 最少 我陆续都在接触 他们有他个人的方法 他也会衡量 这个前面讲的 benefit risk ratio 这个 好处 在除 这个风险 从前得到比 当银调超过1 大于1 那这些是 这时候的英雄 他不管 这个 在整体 有什么看法 他要救命 我们当时 做医生 就是采用 这个hypoglottic 就是这个 发誓 首先你要救人 而且你在 救人当中 你不能伤害人 所以就是这样子 这是我认为 比较重要 而且我们现在 还来得及 可以用这种 整合 多层面的方法 来这个 用预防医学 用早期的 这个治疗 我认为现在是 key 不是这个被动 等的这个 而且不是用一个 单一的方法 没有一个 一套 彻底 可以把这个问题 解答 我不认为 是那么单纯 我讲的这个 好像 是好悲观 其实是这样 事实 这个病毒 就是会 here to stay 它会流下来 我们需要 跟它 共生存 而且它慢慢的 会再经过演化 还不一定 是跟大家想的 只是会往坏的地方 演化 这不是跟病毒 一般的病毒 我们这100年 所读到的 这个看到的观察历史 是一致 这不一定是 大家想象的 那么糟 这一点 我接下来 我想再打开 那对着预防医学 怎么做 可以再打开 怎么去把 这个risk factor 这个风险的 因值 risk factor 去尽量把它降低 那种子里面 我也会接下来 谈这个 就是我们还是 这个情绪的重要性 情绪的管理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几十天 在带着大家 透过没有路的路 共修 透过 静坐 领悟 理解 好像就是说 把我们 这过去的认知 我们的这个 对现实的看法 彻底做个转变 典范 转移 我认为是我们人 现在最需要的 一个人这么做 其实他就热关起来了 他也就是会友善 表达的方式是 不会去刺激别人 攻击别人 造出更多对立 他会也会同情 现在比如说政府 政府他办的很难的角色 好像怎么做都不对 都有人会批评 但是反过来 我们同情 同情现在就是 大家共同要找出一条路 这样子不是很好吗 就有达到一个 一个 harmony 就是很温和和谐的方法 来找到一个 达到一个共识 那政府反馈也一样 也就是不一定要强迫命令 非怎样不可 不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你在强调的不见得最后是对的 甚至可能有很大的机会是到最后会证明是不对的 这都可能吗 谁晓得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 我们对这个人跟人的接触 我希望这一次 虽然他给我们表面上好多好多对立 也就像我在这个 没有路的路 见面去年 我一次都是上万的人 去年就超过一万位朋友 今年一万五千位朋友 我想我们都不断的再提醒这一点 对不对 透过点点滴滴我们表达的方法 表达的内容 我们生活的习惯 小的中的大的习惯习气 只要做个变更 我们这次可以彻底做一个转变 我认为不光是对着COVID-19看法会不同 那对一切都不同 那讲到这里 不是说我认为这COVID-19不重要 不不严重啊 当然严重啊 前面在讲啊 这个我很早就知道啊 这RNA virus 那不得了 RNA virus流行这个啊 橄榄 它的这个图变RNA嘛 比DNA图变这个机会远远更大 但是你去恐慌 不断带给周边人恐惧恐慌 不光没有帮忙 我接下来会打开 缓啊 它是带来更大的负面的影响 negative impact 负面的刺激 那你说这样子对谁有帮助 当时有这经过 所以我才会说 好多这些专家会来找 但是我认为这次不一样 就是说它已经落在一个社会 就好多层面啊 就是它已经不是单纯是科学 有很多这个异常 我认为啊 面对这个COVID-19 它已经带了好多情绪 好多这个大家忧郁 恐慌对不对 不确定是什么事 到底是我们一边做一边在学习吗 所以这是难免有这些现象 所以讲回到刚刚啊 讲说SARS 它死亡率9.6% 将近10% MERS 35-37% 那当时我松口气2.3% 你看这样子啊 而且它的感染率 就是我们一般叫R0 有人叫做R0 或者R10 就是基本传染数了 它是2.3到2.7倍 也就是一个人会感染 2.3个人到2.7个人 就是跟感冒 可能感冒有些是传染比较高 比较低 有些是1.1 有些到3 好像在这个范围 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松口气 知道就说应该还好 应该就是 就像前面讲的嘛 它是慢慢在演化嘛 在突变嘛 在mutate 那你记得我前面讲 它任何病毒 包括HIV 它不断的演变 从这个死亡率在讲 更温和 那当然我一讲 很多人讲 不对啊 有Delta 就是全球都是 那么可怕 到处都有 对不对 Delta 几乎是从印度啊 传出来嘛 你还记得Alpha Alpha是英国的一个Strain 一个种啊 后来又转到Beta Beta是这个南非嘛 然后还有Gamma 是巴西嘛 对不对 那这个不对啊 这是非常严重啊 Delta现在已经 在好多地方几乎是占领啊 是Dominate 全部这些种类嘛 这Covid-19的种类啊 它不断的这个在突变嘛 那但是我又必须要跟大家讲事实 事实说完全证明 现在讲的不管怎么演化 就是一个病毒 站在整体来在看 它会越来越死亡率会越低 你看这一点讲的 大家看可不可以接受 你讲的 大家想的是感染率 感染率会增加啊 你看从一个病毒啊 站在一个整体演化的这个角度 他想怎样 他不想把这个 把这个主人 或者这个宿主杀掉 把这个让他早点死亡 他不想 死亡他也没有了 对不对 他希望感染的 这个感染率增加 他的transmissibility 就是infectious transmissibility 就是他传染感染的增加 但死亡率降低啊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道理啊 所以你看最近啊 我就在看一些统计在出来 比如说假如没有 说在7月9号 7月这个第二礼拜啊 在英国这些 英国的这个微生死亡 出来啊 带出来一些报告 就是在 不晓得多少时间内 他在统计 像比如说这个 现在就当时是一半 将近一半都是Delta 另外一半是Alpha嘛 22万6千个人 还是多少人啊 57%是Alpha 43%是Delta感染 那死亡率 K fatality rate Alpha是1.9%哦 Beta Beta是比较少 才62个人 1.4% 那你晓得Delta是多少 0.2% 几乎跟感冒 有心感冒是一样的 当然啊 这种是我们先拿一个国家的数据 美国也陆续就最近出来啊 在以色列啊 Israel也陆续就这样出来啊 那这些当然我们就等着看 是别地方也会一样 一般我喜欢看Israel 以色列的这个Data 因为它也是一样的 像刚刚在讲国内啊 尤其台湾啊 它是透明的 就是一样都是很严谨又透明的 所以它的 我认为它的一般的数据比较有代表性 所以就这样子啊 你说是不是感染率增加啊 但是这个死亡率 整个整体啊 再降下来 所以感染率R0 是没有错啊 从原本2.3倍到2.7 Alpha4到5啊 就已经差不多最少50%更高嘛 那Delta又比5到8嘛 又比Alpha 大概也是大概40% 还是多少更高 所以讲的也没有错啊 感染率是几乎是百分之百更高啊 那这样的话是没有错 会有更多Case啊 因为它的这个图片嘛 会让它的replication rate 或者是率也跟着增加 所以啊 当然是个公共卫生的一个考验 因为会有更多病人 但是到最后 我们就等着看嘛 这个死亡率 它的毒性啊 各方面啊 它的死亡率 最后的这个 我们一般讲end point 还是这个死亡 死亡率是不是也会 虽然这感染率增加 那死亡率降下来 那我想补充这一点 因为这样子的话 对一些朋友 可能有这些问题 那也要记得 我们讲的死亡率 不能讲某某地方啊 比如说台湾哪个地方 或是这个一波 它可能到几% 5%或多少% 这是你说 真正有没有什么代表性 对不对 在纽约 假如你查 也有一段时间 它几乎是30%到50%都有啊 有些地方70%都有啊 那那时候 它不是有个整体的代表性 因为它是在这个 在哪些这个安养院呢 安养院为主啊 死亡率最高 最少是安养院 那这个死亡率的 它占到一个整体 更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 它本身也没有什么代表性 你看我这样讲 清不清楚 所以你看啊 只要这个sampling size 更大 更这个更久 时间更拉长 这样子的话 才慢慢的会发现 这正确的数据 才会出来嘛 毕竟我们还是希望啊 说有这个 evidence-based medicine 对不对 也就是实证 实证医学 就是样样都反映事实嘛 因为我想这个数据 只要你累积一段时间 包括台湾呢 包括哪里 还慢慢这个正确性 就会出来 尤其我们 透过我们大家的经验 累积的经验 会越来越 这死亡率会降下来 现在不幸就说 在这过渡 有一些variant 有些mutant 这个突变 突变种 突变的这个type 会跑出来 所以感染率 反而增加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这个前面 因为90到95%的病人 有得到这个 COVID-19 几乎是没有症状 可以讲说 Asyntomatic 远远的超过 可以说 很保守讲 三分之二以上好了 有些地方是80%以上 有些是90% 95%以上都有 是没有症状的 尤其年轻人 Asyntomatic 那他得到了以后 他的这个机会 会被重新在感染 那这些 我想都不用担心 在好多地方 都已经陆续续 这数据引迟过来了 比如说讲到Israel Israel 他总共这个数字 就是500多万人 83万有感染 这个死亡率 不管是有没有 打疫苗或什么 几乎是 可以讲是零 就是感染过了 感染过 是0.08 0.086 还是多少 0.0886 还是多少 就是零 接下来 这个有打的疫苗 也是那么低 所以这代表说 他这个 是确实 就是我一直在讲 这也是尝试 这是T-Cell T-Cell这个为主 T-Cell的免疫 就像很多朋友 SARS SARS都发现 SARS就前面 200 SARS-E好了 这样讲 203那时候 得得感染 18年后 它的T-Cell的免疫 还是很强 但是可能 这抗体 老早没有了 但是它 因为还有 这T-Cell的免疫 所以它不怕 这是一个重点 可能我想 很多 我们光去看 抗体的这个Titan 它的量 其实里面 它不是有个全面代表性 所以这个T-Cell 在病毒了 在这个 癌症细胞的 这个免疫 还是最重要 就是T-Cell的 这个免疫 两年前 2018 大家不晓得 你们注意 当时的James Allison 跟这个 Tasuko Honjo 在日本 一个在德州 他得 Nobel Prize 就是用 当时说 这样 Checkpoint Therapy 用T-Cell 来做这个治疗 所以这个 同样的 T-Cell 对这个病毒 从我个人的角度 还是最 最关键 这有机会 可能以后再慢慢打开 那我这里 我再补充一点 也就是说 最近在美国 在CDC 也出来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也是 非常有代表性 但是从3月2020 到3月2021 整个观察是 490万的人口 住医院 从里面 有11% 有着COVID-19 有4万 到ICU 也将近25万 呼吸设备 将近7万7千万人 所以相当大的 一个群 就是当在医学 群越大 越有代表性 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 他就发现 有一些 共病症 你记得 comorbidity 其实是重点 那这从里面 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假如 你健康嘛 那没有 没有其他的 共病症 那共病症 他把它 也是很多 比如说高血压 这个脂肪的 这个代谢 有什么异常啊 有这个过重 肥胖啊 糖尿病啊 糖尿病有分成 有没有 有没有 这complication 有没有其他的 这个症状 或是没有啊 心脏病啊 这个 食道啊 肝啊 肾啊 肾脏啊 这个恐惧 焦虑啊 肺部啊 医院啊 就是医院 死亡率当时 走掉是8万个人吗 15%啊 15% 那你说 那远远的比 那2% 2% 更高 是啊 但是他是 在到医院 走掉 那被感染的人 远远比这更大吗 所以 感染的人 走掉是 确实是2.3% 到2.7% 在医院 是15% 更高啊 那现在讲的重点 就说 有共病 comorbidity 有其他的病 假设是零的话 他占不到1% 0.9% 就全部死亡的 这个比例 全部整8万个人 走掉了 那有一个 共病症啊 2,087 2.6% 其他的 2.5个共病症 32% 三分之一 6到10个 共病症 39% 超过10个 是25% 所以 你看这样子 非常非常有意思 在这里面 这个 最严重的是过重 obesity 肥胖嘛 过重 1.3倍 30% 更高 但是 大家没有想到 是什么 也就是 第二个 28% 更高的 1.28倍 可能死亡的是什么 是焦虑 跟恐惧症 你看 你 规悲 像 焦虑 包括OCD 包括 这个 panic 恐慌 对不对 PTSD post trauma stress 就是说 就是有 创伤压力的 这种症状 然后有 phobia 各式各样的 恐惧 这 这好像是 1.28 当然 它这是因果的来源 是不是因为有 COVID-19 才会有恐惧 还是 颠倒 它是个因 不是个果 这个可能 讲啊 那 糖尿病 糖尿病 又带着 其他的 这个 其他的complication 1.26 啊 腎脏 1.21 就是 21% 更 更容易死亡 这个 神经退化 18% 跟1.18 肺部的发炎 Chronic COPD 1.18 等等啊 Coronary 心脏病 14% 跟1.14 等 那 角落 有 10个以上的 这个 公病症啊 它是 几乎是 4倍 382% 将近4倍 所以这些 也是本来 我今天 想稍微提 的啊 就说 这个 CDC 利用这个 Database 超过800个医院 代表全美国嘛 嗯 它是用一个 Premiere 一个治疗的体系的系统 嗯 就前面讲到 490万人 4.9 million 进入医院 就是 应该是18岁以上的 嗯 样子 在800多个医院里面 这样统计出来 490万 这一年来 3月 嗯 2020 刚刚讲 3月2021 就整整的一年 里面有11%的 COVID-19 positive 就等于54万 有COVID-19 从这里面 刚刚有讲到 就15% 8万个人 啊 死亡 就是有着这个 Case COVID-19的 8万死亡 在医院了 所以它的比例比一半 我们再讲的更高 但是我们仔细看 ICU 本身就是25万 ICU 几乎是一半的 这个进医院 就代表说进医院 一定是很严重嘛 然后 ICU 也就是这个 加护病床嘛 就是 intensive care 就一半 然后用这个 呼吸的 呼吸器 呼吸的设备 invasive ventilator 将近有7万6 7万7 所以你看 几乎是一对一 死亡的 这个比例 8万个人 15% 是跟这个 有用这个 ventilate 呼吸器 几乎是一样的 那ICU 本身就这样一半 那这个统计 本身 证明出来 不是光 这个死亡率 跟前面讲的 有18个 这个 公病 comorbidity 公病症 有这个 种种的 这个统计的 关系 或是这个 连贯 连贯性 其实 包括进到ICU 或是用这个 呼吸器 都跟这些 公病症 有 连贯的 这个关系 就是用 这种统计 好像 不是光 死亡率 有 有这种关系 其实就是 只要进到ICU 跟用这个 呼吸器 也都一样的 相对的有这种 跟这个公病症 有直接的关系 那另外就是 我认为最不可思议 前面也应该有提到 就是几乎 94.9 或是可以说95%吗 95%的病人 有超过一个 一个comorbidity 一个公病症 从这里面 也可以得到印象 就是说 一般进到医院的时候 那就是到Hospitalize 有COVID 它其实是 本来就是健康 不加 已经是很严重的状况 才会进到医院 而且 同时 就是95% 95% 以上都有 超过两个 两个公病症 有些是 五个 五个以上 有些是十个以上 最少有两个以上 所以 我认为 从这里面 也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 一般 就是身体不健康 已经有种种的慢性病 这是前面所讲的 才大概会 被这个 COVID-19 影响到 比较 比较直接 比较激烈 甚至可能会需要到医院 要不然的话 可能 80到90% 甚至有些地方 95%以上 可能都是没有症状的 Asymptomatic 尤其年轻人 但是 甚至就是年纪大的人 也都没有症状 所以 我认为 这些 Data 那么大的规模 那么大的一个Data Base 包括800多家的 这个医院 认为 非常有代表性 就是在强调 一般 我们 大家还是要 注意到健康 就是 预防医学的重要性 透过这种 平常就是健康 其实它是 最好的预防的方式 来对付这个COVID-19 为什么我特别提到这一点 也是在美国 我碰到朋友 碰到同事都在提醒 因为我在美国 有这个Lockdown 等于说 这办公室都关门 大家都在家里面 已经一年多了 有些地方一年半 做隔离 上班从家里面 从别的地方 这样做 那一般的人 其实我发现 就是这个体重 都在增加 而且在家里面 虽然时间多 不见得运动 可人呢 在好多习惯 洗烟的喝酒 情绪上比较照 各方面都 其实它这个健康的风险的因子 反而增加没有减少 你看这个有没有意思 所以我这里特别要跟大家打招呼 就是这个统计的关系 证明出来 就是有严重的这个病例 COVID-19 其实都是跟公病症有直接的关系 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强调 你首先要把这个身体 这个体质 做一个 做一个修正 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一直在讲 回答你前面的问题 你看绕了那么大一圈 我认为这个补充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题目 还是对很多朋友 是最关心的 我认为这个 有没有办法在预防的 角度在做 或是它的这个本身的意义在哪里 现在想表达的什么 现在从公共卫生 这些资料都出来了 这其实是很简单 是在表达 你影响不了 这个后面的图片 就是不断的这个病毒会改变 像Alpha Beta Gamma 这个Delta 其实可能大家不知道 总共加起来 现在这种 这个Variant 图片 Mutant的种类 或是图片株 这个加起来 你可能想不到有4000个 说不定已经超过4000种 Alpha Beta 这个 Gamma Delta 这是4种 有4000个Variation 而且中间还互相 有些是两个图片 的这种发生 有些是三个四个 甚至大家认为将来会有个 Super Recombatant 会不晓得几十种 那可以讲说这个病毒 病原体嘛 这个Pathogen 它永远你跟不上哦 对不对 它所带来的 病原致病例啊 Pathogenicity 病原 就Pathogen 所造出来的这个病例 那这是 你永远跟不上啊 你在怎么 人在怎么聪明 在怎么 它是永远 是那 为什么跟不上 还有其他的免疫 这样的免疫哦 就是这个一套的逻辑 我今天一讲 当然就几个小时 都讲不完了 对不对 那我也不愿随便丢出来 随便丢出来 就像两个礼拜前 因为我时间压缩 随便丢出来 会很可能 造出一些不需要的问题 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 这个体质 其实在这个主人 在这个 宿主 你看 这样子讲 基本上 首先这个重点 应该摆到这个宿主 就是今天了 假如其他讲的 前面讲的 感觉很吃力 因为我还是要用一点医学的 一些语言来讲 你什么都不记得 都没有关系 我希望你记得两个观念 首先是预防医学 另外一点 是early treatment 有个黄金的 黄金的这个时间 黄金时间 24到48个小时的 可以讲说 黄金的48 72小时的时间 是关键的 是early treatment 这小如其他人都不记得 记得这个预防医学 怎么去加强这个体质 加强这个宿主 就是我们嘛 我们是主人嘛 主人的免疫状况和健康 另外就是前面几十小时 这是我认为在西方最大的一个教训 因为大家得到了 你要去测验 要去观察 可能一两个礼拜就错过了 在这一两个礼拜是关键的 他可以决定你会不会需要到医院 会不会去恶化 等 这是我很少听到任何人讲 我是希望大家这样注意的 讲到预防医学 我前面也都稍微提过嘛 好像我常认为我们的真原因 就有点在准备我们 筹备我们 你看这快将近九年了嘛 2012出来的 好像就是完全是prepare us up to this moment 好像是就像在筹备我们 就像我讲说是几十天在讲 维持维持在筹备我们 好像面对这个大的一些考验 地球的这个周期的转变 太阳跟地球的关系 你等着看 接下来就像 就像我当时就讲说这个 2月10号2020一年半前 我讲这是个血液的病 而且它是不会走掉的 但是我们需要跟它共生存 它会 它是个clutting disease 凝血的一个疾病 它跟一般的感冒不一样 它不是光是在肺部 跟SARS 一不一样 它其实还有HIV的一些作用 现在这个TCL 这一讲又多了 还有很多这个 在免疫上的 它会带来这个cytokine storm 免疫细胞 激素的风暴 Cytokine storm 激素就是这个免疫所产生的一些 像内分一样的 这种蛋白质 所带来的这种刺激 所带来的这过度免疫反应 Cytokine storm 就是这样子 其实前面所讲的预防 预防医学 跟早治疗 不光会影响到感染的过程 Covid-19的整个经过 这我相信各地 尤其在美国 在欧洲 已经把这样子证明出来 从很多医师的看法 脱当的预防 维生素 元素 用这个 各式各样的这个 前面讲到 维生素C D 一些抗氧化 抗发炎 早期就一些很简单的 一些不住的这个 治疗的方式 它不光影响到 Acute 急性的 这Covid-19 它其实也会影响到 慢性的Covid-19 毕竟现在 已经大家陆续知道 可能10到30% 很多专家说 可能大概就是 五分之一 20% 那这种数字比例 在各地不同 它从急性 转成一种慢性 我们英文叫long-how long-covid 同时都是一个月后 有各式各样的症状 比如说有好多 部位 头脑还没办法集中 记忆的这个衰退 尤其这个跟激烈的运动后 所发生一些 一些症状 甚至头发掉 好多好大一个比例的病人发现头发会掉 或是这个失眠等等 全身痛啊 这些各部位好多 multiple organ 很多疾管的这种影响 这本身 其实还是反映 发炎 那已经很多医师 在各地 就发现 就是用很简单的方法 站到这个病里了 那角度来看 他的这个进展的角度 叫我很早去处理 而且是锁住在 不光是在这个病毒上面 而还有在 在这个人的体质 那种说这个宿足的观念 不是光是在病原体 病原的这个病毒上面 认为这个跟后一症 慢性的 COVID-19的整个反应 或是表现的状况 有直接的这种作用 影响 其实这些观念 也就是体质 就是我们随时 这病毒 我们有时候管不了那么多嘛 对不对 他一直在演化 尤其是RNA virus 但是我们的体质 就站在这个宿足的体 在我们的身体的 我们的身心的层面 其实可以随时 我们可以着手 那这个观念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讲的 这个host terrain host terrain 就像terrain是土嘛 就是在这个我们 主人主人的这个host 树主的这个意思 其实这观念 就这个土狼 是健康还是不健康 这个是好早 我记得当时我 我第一个mentor 可以说是老师在纽约 在那个 Rockefeller Cornell 当时Rene Dubois 就是发明发现第一个抗争树 Grammysiden 后来他虽然没有得Nobel Prize Nobel奖金 是不是这个Fleming 发生这个Penicillin 打仗的时候在用 在出名 但是他也得过Pelitzer Prize 就是这个文学上的最高的一个 一个桥 那当时很早他就就提到这个观念 那跟过去啊 有好多啊 这个 甚至在Hippogarty 对不对 西医的上师嘛 西医的father of medicine 2500年前就会这样 说let food be thy medicine 让饮食当作你的药 就有这个观念 就说我们平常的生活习惯 应该这个要随时要注意 那最后来也是啊 像比如说1960啊 两位得Nobel奖金 又是当时是免疫嘛 这个Sir Ingo Peter Medawai 就是可以讲说是 遗址的这个father of transplantation 这个上师嘛 或是Sir Frank 同年跟这个我们同时会称 他叫Mac Mac Burnett 一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啊 也是这个免疫家 等了两位得Nobel奖金 那这个Dr. Burnett很早啊 就是啊 他也是可以说是对这个tolerance 耐受啊 tolerance 就是我们在免疫 是很重要的观念 他是acquired immunological tolerance 获得性的啊 那时候就是说一个一个人 或是一个动物 他在成长的过程 就是很多 比如说是是外面的啊 病毒所带来的 肿瘤所带来的一些 一些蛋白质 对这名义刺激 他自然会产生一种tolerance 啊 就是会一个忍耐 忍耐受的这种现象 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跟这个Metalwood 后来就是把这些观念 转身到一致 我记得他很早就这样讲 说就是一个病毒 走到最后 他一定要进入一个共生存 也就是我们这样讲的 他是啊 为了共生存啊 他一定是 他的这个毒性 或是他的这个死亡率 会慢慢降低 他才可以跟 这主人嘛 跟这个host 我们就是主人嘛 在我们身体有这个病毒嘛 有这个疾病嘛 他一定要达到一个 共生存 双方有一个 好像可以接受的一个 一些条件 要不然他本身就会排除掉啊 就是会在演化的过程 他就变成没有啊 这是这个 可以说是基本的一些常识 那当然 这是Covid-19 可不可能 透过有一些 某一些 突变的这种类啊 稍微有一点不同 这都可能啊 但是在一个 长远的一个角度来看 任何的病毒 其实都离不开 这些根本的观念 那同时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 这个身体啊 这个terrain 就是可以说这个 我们这个宿主的这个健康 假如是很佳 是平常我们就有做预防 把这个一些健康的风险 因子把它降低 那你说 那你说 这个机会 不光是在这个疾病的 这个过程 时间会缩短 毒性啊 严重性降低 而且就是 转成这个后遗症 慢性的这个部分 它也相对的 会减少 机会 或是降低 这个严重性 我想是 就是相对相成的 这些观念 我想大家可以 不用质疑 那当然 我现在讲身体的层面 那心呢 心的层面 可能是更重要 这一点 我再继续打开 就是 stress management 也就是我们 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心理上层面的作用 是可能还更重要 我讲的这些观念 还不是光 在这个COVID-19 任何病毒 任何疾病 其实都是 都是一样啊 对不对 你看现在 共病症的这个 comorbidity的观念 其实是跟任何疾病 都是相关的 还不是光COVID-19 COVID-19是把它 比较容易把它醒出来 让它比较明显 因为它是 这个 透过这个发炎 发炎 严重的发炎 过度 过度发炎 就是免疫细胞 技术的 技术风暴 比较容易 把这些人 公病症的 这观念带出来 但其实这些观念是 是完全是 是共同的 是每一个 疾病都一样的 我常讲说 就是这疾病 没有说哪一个部位的 对不对 症状是在一个 在一个部位 我常讲这是一个 local manifestation symptomatic manifestation 但是病是 systemic 同时是一个整体 全身的 这是在一个部位 让它 表达出来 通过症状表达出来 这些观念 我想我们不用质疑 就是说 有没有这些工具 让我们可以 进入一种 预防 或是可不可以 达到一个 跟这个 跟这个病毒 进入一种 共生存 倒不是 说我们在想 可能到现在还在想 可以完全 处理掉 把它 出根 我认为这是 我看普遍 大家的想法 在从我的角度 根本是 可以讲是 不可人的 它来到这里 它可能 跟我们会继续 共生存 而从一个 全球的流行病 epidemic 陆续就转成 一个什么 转成一个endemic endemic就是一个 一个地方的 这个流行病 感冒不是也是这样子吗 就是感冒 严重的感冒 甚至就是 大家讲的是 鸟的avion flu 或swine 从猪 所带来 专来的 这个病毒感冒 那是非常严重的 对不对 走到最后 也是一样 它不是说 完全突然会没有 是不可 只是说 大家 这个比例 感染越来越高 而且这个病毒 同时在突变 在演化 这个毒性也降低 它的死亡率也降低 然后慢慢的 做过这个群 这个herd immunity 打到一个 这个全体 或整体的免疫的保护 最多只是 只是这样子 就是感染的 越来越多 同时这个病毒 也做过突变 转移比较 这个不是那么严重 死亡率比较少 突然我们就进入一个共生存 这个免疫 也是这样来的 一方面是通过后天的免疫 另外一方面是新天 或是自然的免疫 那我很少听到任何人讲 这个自然的免疫 虽然 这个自然的免疫 走到最后 可能跟这个 后天的免疫 是一样的重要 这一点我想 我希望大家可以接受 因为这是已经是可以讲说是几百年 最少这一百年 其老早累积的这种 这种经验 这种知识 中医更不用讲是上千年都有这种尝试 我想我们现在不需要怀疑 这也就是 我是希望大家有点时间 回去看一下正元一 所带出来的一些主要的关联 我这里就不重复了 甚至早期的一些演讲 在讲全部所里面所讲的 都跟这一次 我们在筹备身体 再把这共病症 把它减少它的严重性 让我们做一个reset 在健康上 做一个完全一个重新开始 整个正元一这一套 不管是在这个营养的层面 在运动啊 在这个心理的管理啊 等等等等等等啊 生活习惯啊 都有密切的关系 那我这里我想上礼拜有提到啊 有一点我自己漏掉了 这个非常重要 不晓得浓缩时间压缩时间 同时我还在照顾一万五千位朋友嘛 透过这个没有路的路的共修 也自己就也没有一个 也没写笔记就这样忘记 除了维生素D 你记得我在讲啊 这个在国外都已经大家 一般的习惯 站到医疗的层面 我们都用习惯用四千到五千个IU 一天 这还是白人哦 那皮肤黑的 同时会建议还会更高 有些人会到一万个IU 那当然这跟各国它有一些标准 比如说这个台湾讲究五十岁以上 五十岁以下 比如说这个用四百啊 到六百这个IU 那这个有一个上限的量啊 一般的建议是两千 两千IU以下 这都都没有关系 就各地有各地的这个 一些这个法规嘛 也好或是一些建议 这自己已经弄清楚啊 除了维启素D以外 心 Zinc 过去也讲过 大家这个习惯在国外 都已经到一百mg 那我建议这最少三十个mg 我华人体质 那Celanium C 一般有一百到两百microgram 但是大家要注意 就一样的跟Zinc 心 非常重要的 Zinc 提醒是一样的 就是假如有经过凹盒 比如说Zinc 一般我们都会用这个 一个可以说是有机的 有机的酸啊 有机的这个成分 比如说Zinc Zinc 我们会用Picolinate 在国外会常常看到Zinc Picolinate 它的重要 比如说我们在讲 前面有讲到Zinc 可能在美国都用到一百个mg 就要注意 就是要把这个 这个凹盒的有机的部分除掉 那一般我会除大概除五 一百mg 其实真正的这个元素的 心肯就是20mg 所以这一点我想大家要注意 那就是我们在讲说 一般像在台湾 它是RDA recommended daily allowance 或daily dose 就是这个 就是每一天 所以建议的这种 社区量 一般是30mg 这个我想大家要自己研究 是这个元素 元素的Zinc 还是它凹盒的量会更大 这样子我想曾经这一点 来帮助你做这个 筛选啊 自己去花点时间研究 当然这是Zinc Bicolineate 就刚刚讲 假如是 一百mg 你这样子 除五 二十mg 那这个凹盒的成分 假如是不同的 比如Zinc Glycinate 另外一种凹盒的油脂的成分 那当然这个比重就不一样 一般我们会用 比如说47% 或是一半好了 这样子 用这种方法来计算 所以一百mg 等于就是接近 五十mg 或者五十mg Zinc Glycinate 就等于23.5 你看这样子 讲清楚 就说这方面 大家都注意一下 注意以后就清楚了 还有抗氧化 这蘑菇类的东西 还有一个好重要的 一个维生素 你记得吗 这个是维生素C 这个我自己 很快带过忘记了 那这个C的量 要大量用 那用量多大呢 国外都在建议 两个到四个g 甚至到医院 还会用打点滴的 用几个g 甚至几十个g 就那么重要 但是从我个人 过去这样研究 发现就维生素C 其实我拿来当做 凹合 凹合什么 有凹合元素 凹合微量元素 从我的角度 微量元素 还是 这金字塔的这个顶吗 这上面 所以过去我们都习惯 拿维生素C 来凹合 这个元素 用在这种形状 我的看法 倒不需要用那么大量 可能就是 一公克 两公克这样子就好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感觉这一次来做这个预防 把身体这样准备 那饮食 就是要吃 是碱性的 碱性的饮食 素菜比较多 尤其有绿色的叶子 比较多 比较丰富 我常常讲是彩虹 彩虹的这个沙拉 各式各样颜色 其实也没有关系了 我讲这是比较有叶子 比较多 这样子 大量使用 它是碱性 碱性是代表什么 是抗发炎的 所以讲到这里 像很多抗氧化的一些 这个调理素 调节的一些 这些 那我想你一查 都会知道 各地有各地的 这个 也是非常重要 那我前面也讲到 这个蒜 蒜 蒜 蒜也是非常重要 蒜有一个作用 蒜多少也有 但蒜是特别明显 它会安定这个红楼 红楼这个发炎 红楼不舒服 那 发现这次 这个 这个COVID 就是 首先红楼 几乎每一个病人都这样讲 最少早期 那像Delta还是一样 红楼不舒服 当然有发烧 红楼不舒服 像甚至有些朋友会 说像一个把刀 这样切的一样 非常不舒服 痛 那 你晓得一个人 喉咙 一直在咳嗽 不舒服 痛 他晚上睡不着觉 晚上睡不着觉 那你等着看 他当然就是发炎 他是 会有trigger 会引起 会刺激 这个发炎 那一个人不睡觉 又发炎 那当然这个症状 它就变成二性循环 所以这我 过去习惯 做什么 就把 这个姜 叫大家含到嘴巴里面 尤其假如有 这个浓缩的 那有一片片的 这样子 他可以过夜 最少晚上 可以舒服 那这样子 他给身体个机会 在这个很早的时候 就是有感冒的症状 像我们一般 得到重了感冒 我想我们几乎 每个人都晓得 那这时候就是 需要梦头 大睡 甚至有些还会有 melatonin 好多医生 现在发现 melatonin 吞黑技术 melatonin 引起睡眠 晚上会帮助 他安定身体 让你度过 度过第二天 就好很多了 你不要看 这个在这个时候 得到一点感冒 就我认为是 黄金的 24到72小时 这段时间 有时候超过72小时 它就是 你踩不了刹车 也就是身体的发炎 等 所以这个姜 蒜 都是我认为 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种预防 尤其就是 这个老人家 当年轻人 就要怎么去预防 尤其我们 有些 baby阿姨 已经住在这个 Nursing Home 安养院 这是 要这种照顾 这种注意 隔离 非常重要 懂得这个 卫生隔离 所以上次 两个礼拜前 我也在讲 就是 可能在国外 这方面没有注意到 就在Nursing Home 在这个安养院 没有重视 这个 我看有些 朋友在提 所以这根本不可人 或是不科学 跟老人怎么分开 这No 也许我讲得太快 这在讲这个Nursing Home 这对老人的照顾 对不对 在国外 这一年来 你应该都知道吗 最大的 从纽约 开始 发现最大的收入 就是在Nursing Home 所以后来 在Florida 在别地方 特别专注在这方面 所以这样才 把死亡力降低 安养院 Nursing Home 那这些预防 我认为 对老人家 是很重要 当年轻女说 重要 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 站到这个 预防 站到这个 早期 这个黄金的 这个 最关键的 这个时段 去照顾 那 另外就是 我感觉啊 全球有好多好多英雄 现在慢慢出来 我一直期待 我们华人 也出来这种医师 做这医疗的 这种英雄出来 他就是 样样去去试 在这个 在这个 在early time 不是在等的 就是这个药厂啊 发明个 很贵的这个药 很多 我知道很多同事 都已经老走 把一些 过去的药 已经老走 有这个FDA的 这个通过啊 他把它转成 换了一个 这个 用途 或是这个 repurpose 什么常讲 这样才快啊 拿来来用 那就已经 你一查 就会发现 只要你做点 自己啊 不要马上放弃 不要说看到媒体 怎么讲 怎么讲 你就跟着后面 有很多药 上次我也讲 说这个 寄生虫的啊 parasite 很过去 我们常常讲 连这个 乳虫啊 helmin 像这个 虫类的这种药 这是已经是 全球 最近有几十个 临床的这个 实验 但是 可能就是因为 这方面啊 他便宜到个地步 根本不值钱 所以在各地 都已经发现 只要用 包括在印度啊 大量使用 我就等 希望就是我们华人 可能就是 已经做一个 那么好的模范了 在前面 做这个手柱 在做隔离 在做这个 追查 tracking啊 等 就是在这个 治疗方面 我们看 可不可以 做成一个 模范 就是用最简单的 一些药物 不是用贵的 贵的药物 像大家还记得吗 去年十月 比如说这个FDA 用最快的速度啊 通过啊 一些好贵的 像ramdesivir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用五天的量 要2600块美金 你说谁用得起 然后 到最后发现 一点效都没有 你看这是 我认为也是 最不可思议的 浪费多少人的 这个希望啊 摆得上 这个资源 有些最简单的药 可以踩个刹车 而且是安全 这安全 有像这个 我们一般这个 国外 就在吃 Ivermectin 是这个 已经将近 40亿个 这个胶囊 都给过 没有任何安全的 顾虑啊 那我们华人 也可以来试啊 我希望就是 一些这些 我们啊 遗失同仁啊 英雄啊 在这方面 他没有伤害 而且已经 在英国 以色列了 老子已经证明出来 他有这个效果 尤其是早期 你慢了几步 当晚还是有效果 但是他已经 就把这黄金的 这段的时间 错过了 配合这些 让这个一个人 回到家也好 或是他 在家里面 都已经筹备好了 再准备好 甚至可以拿来 当做预防吗 你假如有用 已经 到底都有 这些数据出来 说 就是你 感染了 他的这个 严重性啊 会远远的更小 我说可以 我们可以open minded 对不对 他到底有没有效果 可以拿来试吗 常常我听 啊 专家讲说 没有这个double blind randomized study 对不对 啊 那这样子不敢 我常听这个 我说what 啊 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这个就是 double 双嘛 双blind 就是等于说 盲业 双 啊 双猛 啊 randomized 就是这个 随机嘛 就randomized 就是用 统计的方法 来来算 不是说 你拿两个群 或几个群 你不要去指定 哪个谁用什么 它是完全是random 是谁啊 随机的 这样子 这种实验 或是这种研究 全球 你六十七十个 不同的trial 都都在进行 都已经有结果 都已经发表了 那同时 这些药 你说double blind randomized 它要花很多时间呢 对这些医师 或是药厂 它已经老早的pattern 一九九六九八 就已经没有了 它是merc的药 你说这个 有人会花几百万 或几千万美金 去做这种study 那我认为 这些我们都可以 open mind 可以试嘛 假如它没有效 也可以让大家知道 没有效嘛 但是我认为 不管怎样 这个黄金的时间 这个早期 在七十二小时内 有严重的感冒 严重 应该要有些措施 那这些措施 慢慢在全球都出来了 都好简单了 但是最重要 我还是必须要讲 就是心理的管理 心理的管理 也就是我们这几十天 在办个活动 我们有路的路 怎样就是 把这个个人的焦虑 个人的恐惧 把它做个回转 把它做一个 做个reset 做个重新开始 这个还是最重要 而本身也已经 在临床证明出来 它对这个死亡力 所带来的这种risk 也就是这个健康的风险 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这个这一点 我希望大家可以接受 为什么我前两个礼拜 用这种方法来出来 就说 你现在这大环境 你改不了吗 以后这个 这个mutan variant 突变 各式各样的种类 会越来越多 你 你这锁不住 但你可以锁住自己 你可以把自己的体质 做一个彻底的变更 而且它不是光预防 COVID-19 它其实 可能对其他的层面 一个人健康 活泼起来 正向的看法 样样的生活的品质 会远远的更加强 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对不对 所以一方面又预防 这是疫情 那么全球的疫情 另外一方面 又把自己的身体 做个大的进化 你说 why not 这才是真正的预防医学 这才是我认为 全球 在公共卫生 应该只要谈的 不是说 我们现在单一化 完全就靠一个 一个措施 不是好像 就是人呢 又用什么 去干涉 用单一的一个层面 去处理 就认为可以 这是可以走出来 我认为不是那么单纯 我们还是要准备 自己的身体 把自己的体质改变 彻底的改变 这样才可以买时间 给这个 公共卫生 给这医师 大家可以试 不同的药品 不同的措施 不同的方法 而且这些都需要时间 因为它要时间来 证明 是不是有效 还有这个 这个效益的问题吗 好住 在versus上 或是跟这个 风险 要衡量吗 这样子的话 我们重点就 不是完全 摆到这个 病毒 摆到这个 病原 病原体 反而是把它转 注意回转到 宿主 转到这个主人 转到我们个人的体质 试试看 我想是不是 大家可以open 这么一来 其实跟 现在任何的 公共卫生的措施 都可以配合 都不需要去否定 我们都抱着一个 很开朗的心 来试 自己多做一点功课 多花一点时间 不要说我这样讲的正确不正确 对不对 可能走过一段时间 有更多数据 可能很多地方 我们也可以修正 我这样也可以修正 我这里 我最多只是在用一些免疫 免疫或是感染的 过去这可以讲百年的 这个累积的尝试 我感觉 不太可能可以完全推翻 它还是有个根本上的 一些尝试 累积下来的 但是有些地方 要修正 是OK啊 那这样子 这个重点 我认为就是很多人可能像对这个疫苗 会很坚持他有他的看法 不愿意去试 这个我认为 走到最后 站到整体 都还是可以尊重 重点从这个议题 说不定可以 转到这个早期 最早的预防 跟早期的治疗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 不会在一个社会里面 有那么多摩擦 我们可以互相尊重 对不对 各有各的这个立场 那你说 是不是完全是确定 怎样做是对的 这不一定 它是一个很复杂 多层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 我们可能需要摆更多时间 更多注意 摆到这个预防 跟早期的这个治疗 这种早期的治疗 只要我们心胸打开 其实有好多 好多这个有效的方法 敢在等着我们 不管是站到西医 中医 站到好多 传统医学 整体医学 整合医学 你看 你看这样子讲 是不是对这个问题 是有另外一个层面 毕竟前面 我想 不想问题 因为这次是RNA的virus RNAvirus是有名的 出名的 它是不断的 会图片 这是我们想 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 可能这个注意 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这个讲一个 在一个不断的图片 然后它在改变的一个病毒 一个病源 我们可以把注意 回转到我们 然后一个背景 就是体质 跟我们在讲这个 为事不是一样吗 意识是背景 就像荧幕一样的 前面在变 有时候你管不了那么多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可以用个 全面的看法来面对 这是疫情 那一个人懂了这些 也不需要再有恐慌 也没有恐 有什么恐惧 用平常心来看 试试看 你反而这样子 可能活泼起来 快乐起来 把人生看得很热观 那 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相信心会带着你走 你一听会知道 对你是什么比较适合 那这样子做也就没有事 假如发现 选择 错了 修正就好了 也没有什么事 这样子用一种很平常心 很放松的 很开朗 快乐的心 我想这效果 对个人的健康的结果 会远远的更好 好 抱歉 今天我讲的特别糟 但是我知道这个题目 假如不这样打开 可能会找出更多问题 更多争议 所以我想这都不重要 嗯 对不对 走到最后 我们互相尊敬 没有什么东西值得 让一个人用情绪的反弹 或是用不理性的方法来回答 都不要这样子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真正知道的 每一个人知道 太有限的 站到整体是很有限的 是站到某一个角度 某一个专业在看 角度站的整体 其实好像没有一件事情 是那么重要 我希望大家可以接受这几句话 而且可以互相 用个很理性的方面 来辩论 来谈 这样子就 社会上已经那么乱了 你看 大家用的语气 那种不礼貌 这种伤害 分离的这种 我想不需要 这些都不重要 我们现在希望大家团结起来 都来不及了 不希望再看到有这种争议 好 那就这样子 希望这几句话 又帮你做一点回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网络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